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台湾宪法学节目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台湾宪法学会理事长 许吉英雄教授 跟我们讨论思想自由 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廖教授 大家好 我们之前已经请许教授 针对思想自由在宪法学上的保障 也有详细的讨论 那么我们三次提到 一个大家可能在 有关毁谤的官司上 常常看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 言论自由的时代 所以大家好像都可以在网路上 在各种媒体上公开的场合 援手预言 但是有时候会难免牵扯到说 讲的话会被人家告毁谤的问题 如果有这方面的诉讼 我们的法院也常常会要求败诉的人 如果是他认定他是造成毁损 这个名义的毁谤的话 那么他要被强制要求在各个媒体 刊登广告 道歉 这样的一个判决 对于这个思想自由 这后面的保障 有什么样的意义 早期在先进国家 包括日本在内也是 有法院可以判决 诽谤或是犯法 或是做错事的被告 你必须要在媒体刊登广告 道歉 种种 他们认为 这样的法律 很好啊 你犯错了 你做错事 要你道歉 要你表达歉意 要你认错 说我做错事了 我以后不要再这样 我对原告造成损害 我愿意深层的 很诚意的来道歉 那这样认为是可以 怎么不可以呢 但是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六零年代以后 先进各国都认为 强迫 用国家的公权力 强迫被告 或是你判决认为他是败诉的人 必须要去媒体刊登广告 道歉 是一种对思想自由 有个人的意识形态 良心的自由的一个介入 强制 等于强迫他 你一定要认错 你一定要认罪 如果犯错的人自己愿意 私下和解 登报道歉 那另外一回事 但是用国家 我们讲过 用国家公权力 用强制的方法 要改变 每一个人内心的思想 这个是不对的 侵犯到思想自由 为什么 当然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间点 法律或所有法官认为 你这样做 你这样的言论 你这样的想法是错的 但是人类的历史 我们已经讲过 很多时代 或某一个地区 被普遍认定 是绝对对的 甚至用法律制度 认为这个是对的 但是换成另外一个时间点 另外一个时代 或另外一个民主 法治 保障人权的地区 却被认为 是不对的 却认为 所以你在那个时代 强迫少数的人 或犯错 当时认为是犯法 犯错的人 认罪 然后公开的表达 他做错了 那这个是对思想 很严重的侵害 被强制被告 自我认错 是侵害个人 思想自由 事实都证明 很多法律制度 在后来都认为是恶法 是应该废除的 这样的是非对错 这样的法律规定 是错的 我们不必说 别的地方 我们台湾 在戒严的时代 主张全面改选 主张总统应该直选 主张应该改革 民主化的种种 都被认为是 制造社会混乱 是错误的 甚至法院判刑 你要认错 你要认罪 你要说 我主张国会全面改选 是破坏国家体制种种 那这个可见 当时的判定 认为这个是不对 但是后来证明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应该走的 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为了台湾未来的前途 应该这样做 所以到今天 我也常常看到 在学校 学生做错事 老师叫他 要写100次认错 我做错了 在黑板 讲所有同学说 对不起 我做错 那这个也是 学生做错 或真的做错 你可以劝告他 你可以导正他 但是你不能强迫他 由内心自己写出 说出 自己当时还认为 觉得受委屈的 这样的认错 这样的道歉 所以除非当事人同意 否则 强制 你当时认为 不应该的 做错事的人 公开的 在媒体等广告道歉 是明显的违反 宪法 人权 所保障的 思想自由 跟良心的自由 跟强制 要灌输人民 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教育 强制的 灌输他的思想 是一样的道理 是 那如果是 他真的是 诽谤了 其他人 那也被判决说 他应该诽谤 但是如果说 不能要求他 登报道歉 那还有其他的 处罚方式吗 当然了 我们刑法都有规定 我们的法律制度 都有规定 你诽谤他人 你讲出错误的言论 有的判刑 有的罚金 对不对 我们最近看到 讲一些三字经 什么 我要罚到30万块 这个都是 有公定价钱 对 但是我们在这里 强调的是 你不能进到 他的内心的世界 强制他 改变他 我认为骂他是应该的 对不对 你强制要改变 他的想法 他的思想 他的种种认知 那这个是 对人权的很大的侵害 所以表现自由 他如果表现在外 损害了他人的名誉 都可以用法律来处罚他 但是强制他 要在他很不愿意 内心很不愿意 不心甘 不情愿之下 去媒体拍一个录影带 说我错了 我对不起大家 我对不起社会 在报纸上认错 说危害社会治安 推动总统执选 是不对的 那这个就是 强制要改变 一个人的思想 一个人的主张 那是很严重的 违反人权 我们一再提到 当在某一个时间点 少数被认为 是异端学说 后来真的是 对人类整体的进步 繁荣 是有异的一些想法 思想言论 是很多的例子 那通常思想良心的自由 是被归类为 是这个内部的精神自由 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说 这个思想良心的 这个一些内在的这种想法 他有没有表露在外面 那怎么样去认定说 如果他怎么样的表露之下 那应该是在表现自由的范畴 不在精神这个自由 是 这里在人权或宪法学 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提准 我们刚刚讲的道歉广告 法院判决被告或犯错的人 要登道歉广告 就是属于是一个人内部的 思想的自由 照宪法理论 思想的自由 良心的自由 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保障 大家都认为 百分之九十九等九的人 认为他是不对的 他也可以在内心 坚持自己是对的 这个才是思想自由的保障 但是你讲出来 毁谤他人什么 那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有毁谤罪 种种或是当时的社会认为 你主张这样是制造社会混乱 所以判刑处罚你 都可以 但是不能强制他改变 因此 这里就涉及到 有没有表现出来 他有没有讲出来 他没有表现出来 还是他是属于 应该百分之百 完整保障的一个思想自由 就变成很重要 表现在外 也应该照各种各样的基准 来保障 他言论的自由 表现的自由 但是限制就比较多 但是如果是纯粹的思想 那是应该百分之百保障 但是一般 如果不正确的观念 错误的认知 那就会认为 他既然讲出来了 他说出来了 当然是属于表现自由 言论自由的部分 所以不应该是百分之百的 思想自由 不能再保障他 但是这里我要提出 宪法学 人权保障的三个重要原则 第一个 你说他已经 思想表现出来 主张他已经讲出来 说出来 那你要举出证据 要提出证据 什么时候他在公开的场合这样讲 什么时候他写文章这样表现 所以主张他已经不是纯粹的思想自由 不能百分之百保障 他已经讲出来 所以必须要受言论自由 表现自由的种种限制 那主张他已经表现出来的 这一方必须要举证 拿出证据 如果不能举证 他还是属于 个人思想 保障的 百分之百的保障 第二个就是 不能用一种象征性的手势 来说 他是在做什么什么样的言论 做什么样的表现 像我们过去很多反战的人士 或是有以前在戒严的时代 在总统府比一个这样拳头的手势 就是要侮辱元首 当时对侮辱蒋介石罪 或什么就要抓去变成政治犯 所以在民主法治国家 你一个动作 一个手势 或是我抬一个棺材 你就说我要侮辱他人 我要诽谤他人 那这个是不能 这样的间接的推论 那第三个标准就是 我到底是我内心 自己纯粹的思想 有没有表现出来 要判断是 你是不是自愿的情况之下 表现出来 才是思想自由 如果不是 是被强迫 是不得已要表现出来 即使已经讲出来的话 表现出来的一个思想 还是属于思想自由的 我们这边可以举最近发生的 赖青的院长主张 他是一个 务实的台独 他从小 从年轻时代就要希望 台湾成为国家 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这个是他的思想 但是什么时候被 大家知道 是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 一个国民党的议员 一再地强迫他 在执行的时候 议员执行 市长依照法律规定 一定要回答 所以他是在 不得已被强制之下 讲出他内心的思想 所以他还是应该受到 思想自由 百分之百的保障 不能说他已经 有言论表现出来 当然言论表现出来 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是不是应该受到保障 那个是另外一个 层次的问题 但是因为他是被迫 被执行 所以回答 现在他当行政院长 到了立法院 他已经表现出来 他已经讲过 他是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但是国民党的立法委 还要在执行他们 执行什么 他们不是在说 你是主张什么 而是在问他 你是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那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 你有没有去做什么 那这个就是要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企图要强迫他说 他已经开始着手 要来独立建国运动 企图用这样的方法 把他从思想自由 导引到表现言论自由 导引到 他已经具体的去做什么坏事 犯罪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从一个人的思想自由 一直被强迫 不得已要回答 然后变成是表现出来 变成是具体的去做什么行为 犯法的行为 背叛国家的行为 种种 用这样的方法 是违反 人权保障的判断的基准 依照人权先进国家的基准 这个还是一个应该百分之百包障的思想自由的层次 因为他都是在外力不得已之下讲出来表现出了 在清德院长的这一个例子 你从宪法学者的观点 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建议 不管他对或不对 他都是说 我这个是属于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也好 先进国家保障人权国家的规定也好 都是属于应该百分之百保障的思想自由 请你们不要在议会里面问这些没有意义的话 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百分之百内心的思想自由 他应该坚持这个 因为他确实是都被执行被强迫 他从来没有自动的自发的主张这样的他的思想表现出来 是 好 我们谢谢许教授 针对这个思想自由 从宪法学的观点 当然我再补充一下 耐清德院长当然不是说怕人家知道而不表现 但是有整个过程他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想他应该不会利用这个来做党箭牌 怕犯罪 怕被追究的人 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政府机关 不管担任公职名义代表的人 都应该跟随来清德院长把自己内心的思想 勇敢地讲出来 这个又不是要主张台湾独立建国并不是不对的 未来会证明这个是对台湾前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张 是 那许教授已经针对这个思想自由这一部分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接着想要请许教授来讨论就是这个主题跟我们今年初开始 整个台湾学术界闹得疯疯疯疑疑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也就是所谓的学问自由跟大学自治的关系 我想这个是今年整个台湾学术界大概围绕了议题 有很多的这个争论甚至是抗争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想要就这个学术的这个自由来请许教授从宪法学的观点来讨论一下 那通常在宪法学里面有关学术自由的这个保障 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有关学术研究的自由 第二点就是有关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自由的保障 第三个就是大学的这个教授他的教学的这个自由 还有第四点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学自治 那么大学自治也是在宪法学上对于学术自由的一个制度性的这个保障 那我们想请许教授就从宪法学的观点来讨论一下 这个大学自治跟这个学术学问自由这两个权利 在台湾最近大学有关的问题 常常被引起争论 但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有很多名词用法 有的人说主张大学自治 所以我要自己自主 所以你政府机关不能来介入 有的是讲台湾很多大学都已经实行70多年的大学自治 甚至举到在中国大陆北洋进化的时候 说中国就有大学自治种种 那这些当然就会说不清楚到底学问自由 大学自主或是甚至高中初中的学校自主 教育自主种种就会混乱 说不清楚 但是事实上大学自治基本上是一个宪法学的很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有没有保障人民的思想 学问的自由 要看书 要了解知识 要研究学问的自由 跟大学自治之间有什么关系 就必须要先弄清楚 事实上人类社会 大学自治跟学问自由 是一体的两面 也就是跟一个铜板一样是分不开的 没有大学自治 那社会上一般国民要研究学问 要研究知识的自由就不可能存在 可以这样讲 相反的 国民要研究学问 有学问自由 有研究知识 看这种各种书籍的权利 如果没有保障大学自治 那它也是一个虚假不存在 等于是不可能的 原因是什么 主要有四点 第一个就是 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知道 在欧美先进国家 也就是人类 最初出现大学自治或学问自由的国家社会 它是先有大学自治 特别在德国过去一些政府 国家权力 率领着军队警察要去社会上打压各种 反对他的言论 反对他的群众 但是走啊走啊 走到军队啊 警察开到大学门口 就绕一圈绕过去 为什么 它就是要尊重大学的自治 认为在大学里面 那些教授那些学者学生研究学问的自由 我们就不要去打扰它 它总是对我们的社会有一些 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贡献 所以那时候 外面还没有学问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思想自由的时候 那些国家的统治者 就已经非常的尊重大学自治 到了大学就好像一个城堡一样 就绕过去 不会进到大学 要他们听我的 要打压他们研究学问的自由 所以这里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 是先有大学自治 外面的人 外面的国民 都还没有思想自由 学问自由的时候 大学已经形成一个堡垒 在里面可以自由自在的研究学问 可以思考各种问题 可以传授各种知识 当时甚至是独裁专制的国家权利 都不敢随便去拿进入大学 进入大学来要求他们不可以自由研究学问 可见大学自治是导引人类后来发展出保障学问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由理论事实来看得很清楚 如果大学里面研究学问 那么高深的学问 那么高深的水准的教授学者都不能有学问自由 那外面的学问自由怎么保障 所以这个也是大学自治的保障 是学问自由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这两点之外 还有其他我们下次 下星期有机会再继续说 今天非常感谢许庆雄教授跟我们讨论有关思想自由的保障 以及我们也开始讨论大学自治跟学问自由的保障 的相关的重要性 刚刚许教授举两个主要的理由来说明说 保障学问自由必须要保障大学的自治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就这个议题跟大家讨论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